這個我們的同事 明星朋友 或達人老師因為工作的關係 難免就要出國 或者是他們的小孩回國 那就一個我們要遵守的 那就是居家管理 那居家管理有一些不一樣的 就是什麼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加強自主健康管理 自主健康管理 很多 就是要看清楚 要看清楚 如果說你覺得今天還不夠清楚的話 那你自己下載那個網站 自己讀 但是這一張更重要 很多人就搞不清楚 那我啊 就是去旅館 或者是自己的居家管理 在自己的家裡 在宜蘭你看 他在二十多歲 然後年終的時候 二零年終的時候 從菲律賓回來 他就在朋友家裡過夜 所以呢 但是呢 被罰一百萬 為什麼 因為他不可以出去嘛 你怎麼在居家管理期間 你又到朋友家過夜 你是在頭上判掉嗎 對啊 不行就是不行 他朋友怎麼沒有趕他走 對 通知 可能感情很好吧 通知他囉 他被罰一百萬 他人不見 人間真罰 這時候怎麼辦呢 哎呀 我告訴你喔 你現在就是禁止 限制出境了 然後呢 你要具體到案 如果呢 你還是不願意繳納罰款 管收 對 就變 通氣辦的意思 通氣 通氣辦 好的 然後再來 還有另外一個 重罰一百萬的 這個台上也是 他 就我大概來 因為很多次 我大概跟你講 你就是不能出去 他以為 他就口罩也戴好 帽子也戴好 眼鏡也戴好 就是他沒戴眼罩 然後呢 他就去譬如說 Seven買東西啦 便利商店買個什麼 他就趕快再回去 不行 對 不行喔 不能踏出家門一步 不能出去之外 別人也不能進去 為什麼是他們來講故事呢 因為他們個人 都有這樣的經驗 跟你們一起分享 因為他們並不來 我來講故事呢 兩分之外 我來講故事呢 散步